做完了就把它放下 没有任何留恋跟牵挂 这个才叫随缘 同样讲 佛教讲不要分别 看什么 看幻灯片 师兄 修平等心 对峙你的分别心 因为你深深事都分 这个大 那个小 那个好 那个坏 这个美 那个丑 所以你深深事事都在分别 所以昨天我也讲 文殊 施利菩萨 视线的 对不对 五台山的文殊 施利菩萨的 法社利堂 是什么 对峙你的分别心 所以你要修平等心 平等心有或无分别制 获得成佛的时候 叫平等性制 你慢慢抄 第二个 你要有分别 有分别是什么 要修清净心 六度波罗蜜把它浓缩成为一度 是要做什么 晴修清净波罗蜜 你不能说不要分别 不要分别 好 待会我们四点多下课 好 我们大家上厕所 假如突然进女中厕所 那你居士会吓到 哎哟 师傅 你是头脚趴起了 男生厕所跟女生厕所 你分不清啊 那你叫白痴啊 你可能呢 待会要送一下精神病院 看一下检查 你是不是精神分裂 所以有时候你讲不要分别 是指对峙你的分别心 有时候讲分别是什么 对峙你的愚痴心 我们要不要分别 要 要分别佛法的正邪真假 你要分别佛教徒跟外道 有什么不一样 念大乘的经论 跟念外道的经典 是不同的功德的 新加坡人很多人 还是喜欢念奇奇怪怪的经 高王观世音经 对不对 很多都不是佛经啊 什么 几里咕噜几里咕噜 天上圣母经 那你为什么不念 华阴经和法华经 对不对 所以讲 对质分别 你要修清净心 你才有分别质 你要分别是非善恶 正邪真假 这个要分别 好的善知识 跟坏的善知识 你也要分别 那走错路的话 那就麻烦了 现在因为修清净心 对峙你的愚痴心 慢慢慢慢慢慢 你对一切众生 就会生起妙观察志 再看下一段 金刚经讲 所以你遇到逆境的时候 要学如如不动 遇到顺境的时候 要不取愚相 各位都喜欢读金刚经 可是你没有真正去思维 金刚经修行的方法 金刚经不是有只有一句话 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你就以为不要执着 你就以为全部佛法都懂了 各位老菩萨 各位佛友 谦卑一点吧 佛法浩瀚如海 不是只有一句话 不要执着而已 其实有时候不要执着 你也搞不清楚 而且你用错了地方 请看 释迦摩尼佛 多生多劫 遇到歌利王来伤害他 他遇到逆境的时候 他心如如不动 他成就他忍辱波罗蜜 这个叫做看破 看破不是把智慧东西打破 而是你要用智慧 去超越别人的看法 超越自己错误的看法 遇到顺境来的时候 对不对 你要不要执着 不取一项 成就你不识波罗蜜 答案是要去掉你的贪心 有些佛友虽然来佛堂学佛 但是还是很在乎自己外在的 连友 比如说举个例子 当然师父本身也不是不鼓励人 我想很多的法师都是很慈悲的 刚开始来给你鼓励 对不对 你碰到困难啦 家里不顺利啊 来点灯啊 来做福田啊 刚开始你清静的时候 你觉得师父很慈悲 对不对 等到师父看到你习气 讲你一句呢 你不高兴 哎呦师父怎么这么凶 下次他就不来 不来也好 省得麻烦 还有呢 干部呢 来了佛堂呢 看到我很庄严 刚开始呢 就给他做干部 行政组组长 我副会长 然后呢 有时候师父多讲他几句 哎呀 还跟师父顶嘴咧 我也遇过佛友啊 对不对 师父你要慈悲啊 你修横顺众生愿 满我的愿啊 天哪 你自己的事还丢给我做 就是佛法啊 他搞得糊里糊涂的 也就是说 真的好的老师啊 他是会鼓励你 但是他也会磨练你 所以不要因为师父或干部 讲你几句话 你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的话 但你就经不起磨练 你看古来的高僧大德 薰老和尚 阴光大师 红衣大师 所有的高僧大德 像青岛战山世世的地贤法师 都是生命吃过很多很多的苦啊 那这些近代的孟参老和尚 在文革的时候被关了三十年啊 真正修行啊 都要经过千锤百炼 所以逆进来的时候 不要去躲 他是成就你忍入波罗蜜 如如不斗 顺进来的时候呢 也不要太执着 举个例子 在商业今生我们也有干部 哦 师父今天要回来 哦 很忙啊 师父要回来 他就开始扫地 师父你辛苦了 这样 我笑一笑 为什么 也是假假的 我也很清楚 对不对 然后扫地做给我看 等到呢 我走了以后呢 师兄 It's your turn 换你做了 那就走了 修行不要这样 那你还是呢 For beginner 你还是太在乎人家外来看 我很真诚跟各位说 比如说现在是师父了 我苦口婆宣切 你要做功课 对不对 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那我假如呢 我今天没有做功课 请问谁讲心弘师啊 我做给佛菩萨看吗 我做给我来的老师看吗 我的老师也很忙啊 有些在印度 有些在尼泊尔 有些在悲观 有些在全世界弘法的 我做给你们看吗 不是 写下来 修行是自己鼓励自己 自己做给自己的承诺 有promise 你要自己鼓励自己 修行不要总是呢 动不动地做给别人看 做给别人看呢 表示你非常着相 你还是看不破 放不下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外在的鼓励的时候 你就退到心了 修行是你因为发了四红誓愿 深深逝逝了 为了上求佛道 下化众神 修行也不是做给你老公跟老婆看 修行做给谁看呢 所以很多人啊 修的其实老实讲 不要生气啊 修的很差 因为心啊 一遇到境界就动了 你看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 割立王 割他五百事啊 割他 他修五百事忍辱先人 他不但没有称心啊 他还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来度他 所以佛初传法轮 主吴比丘 第一个教成如尊者 就是过去的割立王 你看佛陀很伟大 之所以伟大 就是一个人伤害他的时候 他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来度他 我们遇到伤害我们的人 障碍我们的人 讲我们坏话的人 破我们冷水的人 有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躲避的 我们是放弃的 其实躲是躲不掉的 因为你的业并没有转变 好 再看下面 讲义 更衣深暗乐行分二 请看四十六页下面的讲义 深暗乐行分二 子一 约远论境分十 第一个丑一 远 好事 Keeping away from the powerful people 第二个 远离邪人与邪法 Keeping away from evil people and the evil things 我先让你看课判 第三个 远离凶险戏 就是呢 远离那种 Keeping away from the killing and the dangerous games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的众生都喜欢这些 对不对 接下来再看 远离詹陀罗 詹陀罗呢 Keeping away from the chandolas 詹陀罗就是古代应该讲的 就是詹陀罗呢 是假 是奴隶 或是专门做那些 不好的人 做过像杀猪 各位可以翻开四十八页 杀猪 杀狗 杀鸭 杀鱼 或是做的事情 都是违反戒律这些人 再看第五类 远离二承众 远离声闻跟阿罗汉 他们呢只想要到利益自己 却不利益众生 好 接下来再看四十九页 远离预想 Keeping away from the thought of a physical desire 这一段很难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帅哥美女 辣妹都很多 第七个 远离不难 就是 待会经文会解释 就是说 它在器官上呢 它可以变化 它有时候是男 有时候是女 我们现在讲的叫阴阳人吧 接下来再看第八个 远离危害 Keeping away from the dangerous situation 再看第九 远离基贤 Keeping away from the missed understanding 第十 远离续养 Keeping away from the heavy young disciple 哇 这是真的很难 好 再回来看经文 这个说明是什么 讲 末法 好 请翻回来经文 先翻回来到四十六页 先看第二十行 说 约远论境 就是说 末法时代 恶远很多 我们刚才讲 初发心的菩萨 For beginner bodhisattva 你发愿众生无边识愿度 很重要 可是发现 你要发愿度众生啊 第一个 你没有能力 你也没有戒定慧 而且你会发现 你度众生的时候啊 其实众生也真的很难度 我们作为大乘佛教徒 真的发愿要度众生 但是请写下来 不要急着去度众生 不要急 就简单地讲 你自己都没有吃饱了 你怎么去帮助别人 你自己都没有戒定慧的能力了 那你怎么去帮助别人 不相信的话 今天讲完经 明天晚上还有 明天跟后天 你自己去给浪绕一圈 看是你度众生 还是众生度你啊 这就是很实际的 希望不要介意 新加坡佛友不要生气 讲这样例子 你会感觉很明显 所以这里讲 远离这些恶友啊 是要保护你的戒定慧 菩萨不是不度众生 刚才讲 不是不分别 不能说好朋友跟坏朋友都分不清 那叫白痴啊 要分别 就像你教小孩 你要先告诉他 什么是好朋友 什么是坏朋友 其实现在年轻人问问他 请问什么是好朋友 他说他只要support me 捧我咯 跟我一起 to be always to be with me 就是好朋友 我说那他跟你一起去偷东西 也是好朋友咯 他说yes I do 那他跟你一起去做坏事咯 也是好朋友咯 yes I do 哇 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很可怕 也就是说好跟坏啊 他分不太清楚 所以各位佛友 你要教你的孩子 其实你虽然你在这边 很虔诚的学佛 你也生了孩子 也有孙子 也有孙子 孙女 其实啊你跟他的缘是很短的 真正他也不一定听你的 现代的年轻人 也不一定听父母的 也不一定听老师的 听谁 听朋友的 所以南言福提 什么叫五着恶事 什么叫末法时代 就是呢 这个世界上啊 坏朋友 恶知识 负面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多 这时候我突然想要讲一个例子 以前在美国宣化上人 宣化上人也来过新加坡 也到做马来西亚 他在KL呢 还有一个他的寺庙 他弘扬的佛法的时候 弘扬愣言神咒 跟大悲神咒 他就说末法时代有两个魔 各位写下来 有两个魔 很大很大的魔 知道了吗 一个是电脑 一个是电视 Computer and TV 我再讲一遍 末法时代有两个很大很大的魔 让你的心完全的都不清静 就是什么 电脑跟电视 那很不幸的 各位我们都有两个魔 每天回家都是看寡语 寡语 大常令 韩国大常令 你不要骗师父了 没有时间念普贤行愿品 看那么多 念完才给我去看寡语 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心中都会期待很多 比如说看电视 我师父是没有看过大常令的 韩国大常令 我也知道不是新加坡 现在台湾也是一片都是韩风 看韩国的少女时代 什么骑马步 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不对 师父只会讲两句韩语 你好吗 谢谢你 감사합니다 我就靠这两句呢 跟英文 我就自己去韩国旅游了 问题是 现在全世界的众生答案写下来 他的价值观不同 他都是往外跑的 所以看混争片 第一个 菩萨界里面 第一个很难生起 初离心 你叫他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这个 你是好意劝他 可是他就是偏偏要做 做什么 杀盗淫忘酒 吃喝嫖赌 到最后呢 得了疾病了 得了癌症了 不小心怀孕了 堕胎了 才来讲 妈咪怎么办 师父怎么办 答案良半 这样的众生是很可怜的 因为他都在追求五余六成 了解吗 他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 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你看 在座现在都是有善根的 都是中年以上的老菩萨来读佛学佛法 台湾现在也面临问题 中年呢 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的人 都没有人来学佛法 为什么 爱拼 才会贏 赚钱啊 你问他什么是真的 钱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会发觉 所有的年轻人都耗尽了生命体力 拼命赚钱 想尽办法赚钱 还有不择手段 只要赚钱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那不是很可怕吗 这样的想法不是很可怕吗 这个才叫五卓二世 然后呢 等到他老的时候 拼命用钱啊 来买什么 买命啊 得了癌症了 得了cancer了 得了艾滋病了 得了很多的病 都是想尽办法 只要让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活下去多一天啊 我几百万啊 我都愿意出 几万块的新病 我都愿意出 所以你老的时候呢 拼命用钱啊 来买命啊 我也观察到新加坡的佛友 晚年都用钱买什么 买燕窝 买榴莲 你都怕死啊 你希望你健康啊 可是你忘了 其实你这一生呢 钱是你的福报 可是呢 你却没有真正去做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帮助贫穷的人 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请看幻灯片 所以在菩萨界里面讲要 出离心 要摄律一界 告诉你为什么要严守五界十善 第二个摄善法界 就是对于世书世间 所以教育文化慈善事业 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 我都应该尽心尽力做 那这个做当中不一定是出钱 你可以出你的时间 可以出你的体力 你可以出你的口才 你可以出你的才华 比如说我看到下个月呢 梅塔就要班 佛教的所谓的青少年 下令你 青少年学佛影 很好啊 各位 老菩萨 你能够鼓励 好 扶持他们 那是很大的功德啊 对不对 你却你的亲朋好友啊 对不对 年轻人啊 先跟佛法集结缘啊 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 起码他对三宝有缘 这是很大的功德 第二 在家菩萨可能很难出家 所以也办短期出家 让你知道真正出家 要做一个如理如法的出家人啊 是很尊贵的 现在我也有听到有一种人跟我说 哎 师父在家出家不要分别 平等的 谁说的 无扯 佛陀说 出家的功德一定是比在家殊胜 我是讲如理如法的出家人 其他奇奇怪怪的就不用说 第三个 请看幻灯片 大悲心 就是大悲怨心 就是饶意众生戒 甚至在佛经里面 后面经文都会想 佛为了救度众生 连自己的生命啊 都可以舍掉 饶意众生戒 所以你心愿行解 都像佛一般 才跟菩萨行 才是叫明佛其实的菩萨戒行者 菩萨戒不是说我去台湾或在新加坡 我受个戒披曼衣 每一次排班我可以占第一排 其实你表面上是菩萨 你的心啊 根本都没有发大悲怨心嘛 对不对 那个不是菩萨 真正的菩萨 是他的怨心 请看 纯心 心愿行解 他的纯心 他的悲怨 他的行为 他的见解 都要很努力的去像佛菩萨 比如说你念观世音菩萨 那请问你平常对人 像不像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呢 会不会给人鼓励呢 你会不会这么自私呢 这么斤斤计较呢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想 我们嘴巴先念佛 其实我们的心啊 根本不像佛 所以以下经文就会介绍说 在五着二世 难言伏提众生 你要先远离下类 有十种恶人 注意听 这是对初发心菩萨说 我在讲清楚 很多佛友常常搞不清楚啊 什么经讲什么 他为什么告诉你说 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 是对初发心菩萨而说 因为初发心的菩萨要远离下面 十种的二友 他才能够培养他兼顾的戒定会的道心 请看经文 第一类 丑医远豪士 请看四十六页 第二十一行 Keeping away from the powerful people 云和明菩萨摩和萨清净处呢 菩萨摩和萨 初发心的菩萨 不要亲近国王 王子 大臣跟官长 长官 可是念完这段经文 注意听 你不要去挑战别的法师 这段经文你怎么去理解才正确 可是你看到东南亚很多呢 很多的法师都是亲近文武百官的 举一个例子不要介意哈 在台湾大家也知道 伟大的很尊贵的星云大师 创立了佛光山 像我这次去欧洲你知道吗 星云大师的悲心愿力广大无边啊 在佛光山的体系里啊 很多人都认为大师啊 是观世音菩萨成愿再来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批评 在台湾每一次在选举的时候 都会骂他破口大骂 骂他是政治和尚 可是当我到欧洲去弘法 师父今年第一次到欧洲德国 我也去了法国巴黎 我也回了英国伦敦 到我的学校 Bristol看我房东 在欧洲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啊 都有佛光分院啊 你做得出来吗 不要乱乱批评别人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来了 请写下来 在中国佛教有两派 道安大师 道德的道 平安的安 道安大师就举了很多经文说 我们出家人应该度文武百观 因为文武百观也成为佛门的护法 你度文武百观 皇帝若学佛 那天下的百姓呢也都会学佛 所以有一派主张要度文武百观 另外一派最有名的净土中 庐山东陵年佛堂的 慧远大师智慧的慧远近的远 他就认为出家人应该要远离文武百观 所以慧远大师在东陵念佛堂 昨天跟前天都给看到大家看 潮山的短片里面 慧远大师一生住在庐山 从来送客都送到门口叫虎溪 有一条溪水 他从来都不去见文武百观 文武百观要求佛法 请上山来 皇帝下令 请他来 他也不去的 他是坚持觉得出家人 应该远离世俗 远离政治 因此慧远大师是度文武百观 但是他从来不会去都市的 也就是文武百观要求佛法 请你上山来 表示你的诚心 因此在中国佛教就有这两派 一个是极端的 引了很多经论说佛教要度文武百观 第二个有人说文武百观 行写下来 水能藏舟 水能复舟 你看他水 水藏船高 你不要认为文武百观 护佛法很好 文武百观若拍桌子 要毁掉佛教的时候 佛教也容易被毁灭 所以中国佛教史上有三五之祸 所谓三五之祸 就有三个都有五 武功的五 有三个皇帝姓道教 就用道教下令摧毁寺庙 逼迫出家人还俗 所以 那一个是极端的说要度文武百观 一个呢说不要度文武百观 那你说师父那怎么办呢 那就看你的愿力 答案我是站在中间 老实讲我也不太喜欢文武百观 因为我度过非常难搞 一哭二闹三上吊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就说他那种占有 嫉妒分别的心非常强 虽然文武百观可能在财力上 他可以护持佛法 可是啊 你不要忘了出家人做一个出家人 要有道心 我再举一个例子不要介意 映光大师 传说是大士之菩萨在来的 他在民国时代 也有很多文武百观到山上来 就是到浙江城普陀山法语寺 去跟他请问佛法 当然映光大师还是贱 却你说 文武百观你有权力 你的权力越大 利益众生越多 但伤害众生也多 所以啊你要谨慎 有一次他请了一个文武百观 一起吃饭 在古代呢寺庙是一起的 他不会像我们单独有VIP的桌子 请他吃 结果那个呢 文武百观嘛 富贵人习戏都是吃 吃完一半了就不放着 结果你知道映光大师拍了桌子 啪啪 你以为你是谁啊 把饭给我全部吃掉 这都是十方供养的 一厘米啊大如虚弥山啊 你以为你做文武百观 对不对 吃了这些东西啊 你就这么浪费 你的福报会用光的 那个文武百观被骂了一下 当场合掌 乖乖的 虫子都把饭吃得干干净净 我虽然讲这个故事啊 我也不敢用这种方法去磨练你 因爲现在的众生 都不是这个根性的 骂他一句啊 他永远都不来的 还会恨师父的 恨得牙痒痒的 阿弥陀佛 所以这里讲 不要清静文武百官 看经文 幻灯片 不清静国王 王子 大臣跟长官 是说他虽然有世俗的权利 欲望跟福报 可是不要忘了 他心中的贪嗔是若没有调福 他可以护持佛法 但他也可以灭佛教 所以中国佛教史上有三五之祸 佛教是非常凄惨的 被道教以及皇帝 全部下令摧毁 出家人都被被迫还俗的 至于要不要度武文武百官 答案是看你自己的智慧跟愿力 同样的以此类推 还有就是传播媒体的人 也是这样 师父也不喜欢传播媒体的人 现在传播媒体的人都喜欢流行 都喜欢报八卦 喜欢狗仔队 你录了以后你都不知道 他怎么去报 所以当你来跟师父会课的时候 请不要拿录音机 我不准你录 不是师父不相信你 而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用 我宁愿呢 阿弥陀佛 萨都萨都 好 先看 菩萨有几类 请看 让我讲一个段落 我们就休息 在摩克波尔波罗密经里 菩萨有四种 请自己抄 第一个叫初发心的菩萨 叫心意菩萨 就是像我们在座各位 我们初发心菩萨的凡夫 我们很想学菩萨道 我们在皈依或受戒的时候 也发了四宏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很好 就像呢 你发愿呢 你要呢 请无量的菩萨道 利益众生 生生世世都不放弃 菩萨界的戒体 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菩萨界的这个功德 会让你生生世世 不管在天上 人间 在三恶道 你都会遇到佛法身 第二类叫九发心的菩萨 以华严经十地 就是证了初地 欢喜地菩萨 他就开始 见到初一的月亮 真正见到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他非常的欢喜 然后从初地 二地 三地 一直到七地 这个都叫九发心的菩萨 有些经文说 一地到六地 没有关系 他是分类不同 一地到七地 可是这九发心的菩萨 注意听 他遇到二元的时候 也会退的 第三个叫 不退转菩萨 就是呢 八地不动地菩萨 比如说观世音菩萨 他是初地菩萨 听到千光王 敬柱如来 为他念大悲神咒 一念顿超 月八地 便千手千眼 那时候观世音菩萨 就是第三个 不退转的菩萨 第四个 是道价慈行的菩萨 他成佛了 像过去 地藏菩萨已经成佛 视线道价慈行 身文身 地藏菩萨 文殊菩萨 过去也成佛 叫龙肿上宗王佛 他道价慈行 做释迦摩尼佛的助手 这是道价慈行的菩萨 所以在摩克波尔 波罗密经讲 菩萨有分着四类 因此 对于二三四 这三类的菩萨呢 当然他们证悟了空性 他也可以像 唯魔觉居士一样 到了妓女院里面呢 也可以度众生 他也可以像 寄功活佛一样 酒肉常礼过 佛礼心头做 不过啊 我们不是寄功活佛啊 所以你还是老实一点吧 谦卑一点吧 我们都是出发心的菩萨 所以要按照佛在 安乐行品讲 生口意 誓愿安乐 去调伏自己的心 所以佛法有时候 不要讲大话 讲大话的话 最后在大海里 你掉下去吃亏的是你自己的 轮回是很苦的 五着二世啊 这负面欲望的力量 或者物质的欲量 是很可怕的 好 接下来再看 菩萨也要学五名 摩赫波尔波罗密经说 什么叫菩萨 一切的善法应当学 可是我发觉东南亚 有些佛酒 有些道场啊 就告诉你 只要读一部经 其实这跟佛讲的 有一点点冲突 读一部经 当然很好 因为你的心 专精 可是真正要度菩萨行的话 要学一切的善法 在古印度 菩萨是要学五名的 请看 生名是生运学 英名是逻辑跟辩论 内名是佛教的教使 跟教义 功巧名 世间的各种技术 一方名 佛还要学医术 比方说龙树菩萨 他这五类的知识 他就通达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了菩提心以后 你这五类的知识 都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你行医的 叫做行医菩萨 第二个 你在世间当老师 虽然是在家居士 但是你也可以做教育菩萨 对不对 乃至于你在Chinatown 看佛教文物店 你也可以做欢喜菩萨 跟大家结善缘吗 为成佛之前 广结善缘 新加坡也有很多的 人有很发心 做述食馆 而且这几年 我也发现 新加坡的述食 也做得很进步 对不对 其实做述食是很辛苦的 要赚钱很不容易 要广结善缘 所以你愿意用述食 来广结善缘 那这个也是 菩萨摩赫萨 好 接下来再讲一段 菩萨要远离下面的几种 请看第47页 丑恶 远邪人跟邪法 什么叫做邪 请看 不贪名闻利养者 利明 得饮食 财物等 在石柱皮薄沙论 这是补充资料 看幻灯片 龙树菩萨说 这些菩萨接受众生 恭敬礼拜的时候 或是人家布施好的床 或迎来送去 菩萨对于这些事情 够用就好 看看中国的印光大师 一生人家供养他的 他就成立了 红化社 印经 印佛像 做慈善事业 你看看中国的红衣大师 人家才高八斗 一生人家供养他的 他都是印经 写书法 然后画画 对不对 印书 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布施一切众生 而不会贪着 然后呢 奸欺名 就是说 表礼不如一 有些人呢 身虽出家 可是他很享受 心却不入道 表礼不端正 狂名呢 菩萨是不可以做 五种事业的 其中叫邪命 邪命就不正当的 譬如说 菩萨是出家的人 是不应该 严格说了 是不可以干人家 占卜 看命 看风水 佛制戒律 是不可以的 可是现在呢 东南亚呢 真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了 阿弥陀佛 我是讲佛法 我只能点到为止 为什么呢 因为五种邪命 会让你走错路 可是有人可能听了 这段经文 会不高兴说 哎呀 师父 我们要慈悲嘛 这也是善巧方便 举一个例子 我在台北 我现在脑筋想起来 在台北东区 有个东湖国小 曾经有一群的佛友 曾经跟我学佛 听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后来我出国了 那负责的人 到现在他学佛 后来呢 他就跟我讲 师父 你出国这几年啊 我改了名字了 我说你改什么名字啊 我说 他就讲 他改了某某名字 他说 哎呀 我以前那个名字不太好啊 我现在改了名字 希望比较好一点 那我就反问他 十几年来你有比较好吗 你干脆改名叫 大悲观顺迎菩萨吧 可见这样的想法 就是不是正知正见的佛教 很多人都以为说 啊 我帮你家算算命啊 风水啊 叫他念念经啊 念念地藏经 念念普本品啊 对不对 这叫善巧方便 答案 请看幻灯片 这是邪命 严格说是不可以的 一 你是故意骄饶造作 第二个 你要自己的明文利益 第三个 你想要激动群众 第四个 你故意要把自己抬高 第五呢 因为这当中 你求名求利 可是真正受菩萨界清净的 这些是不可以做的 但是在这里 我也多说几句 可是你会看到 西藏的人波切 好像也会帮你占卜 答案是 他是清净的菩提心 那不一样 我现在讲的是 初发心菩萨 你不要混淆 西藏很多的人波切呢 真正好的人波切上师 假的就不要说了 好怪不要混淆 真正好的上师 都是佛菩萨化身的 成愿再来的 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 比如说这样尊规的 大宝法王 从来就不会帮人家算命的 算什么一命啊 按照界定会去修吧 所以中国的高僧 曾经说句话 很难听 众生听骗啊 不听劝 骗你啊 你很相信 可是苦口婆心 劝你啊 要修戒定会啊 要修福修会啊 你说师父 讲那么多都没有用 转个头呢 一通电话 今天晚上要看 三世因果啊 你排我排几点啊 都是喜欢这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其实很多的人 并不是如理如法的佛教徒 并不代表说你皈依了 可是你的心啊 并没有按照经文 假如各位听好 法华经是世交摩尼佛所说的 师父没有教训各位的意思 我只是说 讲这些经文 让你知道说 真正的佛弟子 要如理如法 是不容易的 可是你会想说 我现在拜观音 我碰到了这么多困难 为什么的障碍很多 答案你用这些经文检查 其实你很多地方 都是民间宗教的思想 你根本也不是 如理如法 正心的佛弟子 你呢 虽然拜观音 怪被地藏 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对不对 困难来的时候求佛菩萨 最后就把佛菩萨给丢了 所以 在家出家 不要做这种五种邪命 因为它会伤害你的 这个法生会命 请看经文 我念完 就可以下课 请看四十七页 第九行 不要倾尽各种外道泛制 外道泛制是指 印度婆罗门教 尼建子等 或者常常喜欢 造世俗的文笔 像中国的金瓶梅 风花水月的小说 然后歌有外道的书典 以及呢 露且耶陀 逆露且耶陀 这是指外道的经典 也就是说 虽然你学佛了 你就不要去学外道的经典 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 就结束 我们石头山 以前有一个老和尚 叫慈觉法师 他现在搬到苗栗去了 他还活着 修持修得很好 他刚开始从道教来的 道教也是帮人家画符 度众生 就是每天呢 这样看 结果后来他出家了 出家老实讲 他因为他受的教育不是很高 但他很有道心 他每天念二十一遍 然后是一百零八遍 整体大悲神咒 他每天都拜观世音菩萨 他呢 就有一天呢 念完大悲咒的时候 有一点累了 就趴在桌上 突然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就现前了 就叫了他一声 辞觉啊 你现在是佛教徒 你是法师啊 外道的经典 通通都丢掉啊 你应该学正性的佛法 你应该读妙法莲华经啊 他就醒了 他醒了以后呢 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故事 是真的 他醒来以后 他非常的欢喜 他就跟观世音菩萨忏悔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会帮人家画符啊 看命啊 看风水啊 给人家指点东 指点西啊 他以为在度众生 可是观世音菩萨跟他讲 这些都是杂染业啊 他后来呢 就把那些书 通通送给别人了 他也不做这些了 他就很认真读 妙法莲华经 他很认真 有些地方经文很深 他读不懂了 他就拜观世音菩萨 后来他智慧就非常的高 后来也读了很多出家种 本来是我们山上一个老和尚 后来这位隆天护持啊 最后他就搬到苗栗去了 他有一个新的道场 很多人很多人护持 他有很多很多的比丘尼 跟他出家 这说明了什么 真正修行 你不要去担心道良 你不要怕没有弟子 你不要怕没有信徒 你要担心的是 你有没有真正好的戒定会 这才是佛教要修的 他还很有善根哦 从小他拜观世音菩萨 可以呢 感到观世音菩萨现身跟他讲 词觉啊 那些都是外道法 统统都把它丢了吧 你应该学佛法 而且叫他念 妙法莲华经 后来我问他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特别喜欢叫你读 妙法莲华经 他说因为我从小读普门品 我非常喜欢普门品 当然观音菩萨 观他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 就教他专门读妙法莲华经 所以刚才讲 远离邪人与邪法 可是你会看到 东南亚很多的俘友 都很喜欢去找一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因为你的心有所贪 你喜欢找快速的方法 所以你才会赶得人家 用降头或小鬼来害你 其实你不要去怨别人 你要忏悔自己 你喜欢找些奇奇怪怪的 你总想天底下 有没有素成的 就像现在的文化 叫短小轻薄 希望简单又快速 无量节的恶业 不会因为一两次 你就解决的 但是我们内心 有疑惑的时候 又对佛法没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会找想快速的方法 其实最快速的方法 是戒定会 当你会找到这些 邪人跟邪法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一些恶缘 因为时间有限 以后有机会再讲很多故事 跟各位分享 先看丑三 远离凶险戏 就是呢 远离那些 请看经文 47页 第20行 也不要亲近有些 有凶 凶姐 Dangerous Game 像比如说 相拆 或是相扑 相扑像日本的 或是泰国的斗鸡 或是呢 像现在讲 Boxing 就是拳击 其实这些都是充满了暴力的 尤其泰国 我看过一些报道说 很多人都会用赌博 来用两个斗鸡 斗到两个 这个所谓的 尸体呢 就是一个要一定死 一个才能够活下去 那不是很残忍吗 以及纳罗等种种变现之戏 所以像世间这些有暴力的游戏 还有相扑 还有这些泰国的斗鸡 其实做佛教徒都不应该参与 也不应该鼓励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曾经台湾有佛友问我 师父那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上网 要打那个杀人的game 怎么办 其实他杀心是很重的 没有错 人类会有暴力的习性 尤其是男生 可能脾气来的时候 也会想发泄 但是你应该做正当 写下来 正当又不伤害众生的运动或娱乐 比如说你喜欢练习拳击赛 那很好啊 这个男生这么过动革 喜欢发泄 那就给他发泄吧 这些人喜欢研究刀 对不对 可以啊 他去当外科医生嘛 对不对 外科医生他就要学着解剖 他喜欢玩刀 可是那样子的刀 当外科医生是可以救人的 可是我们若不察觉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意无意参与这些活动 像香港也有赛马 严格说佛教徒是不可以参加的 可是我们总想 也有佛教徒跟我说 师父你不要那么tradition 太传统了 假如我赛马呢 见到one million的话 我会供养你一半的 我说错了 你真的one million就不见了 不要有这样想法 我常常我要呢 我要去中什么奖 我说中了奖 我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注意听 你中奖的念头啊 本身就是不亲近的 不亲近的东西 是不可能弘扬佛法 也利益众生的 所以 这些东西要远离 请看下一页 丑似远离詹陀罗 又不精进詹陀罗 詹陀罗是种 没有善根 或是很低贱的恶人 印度话叫做chandala 比如说有养猪啊 养鸡啊 养羊啊 或养狗啊 第二个是专门喜欢 打猎或是捕鱼 可能新加坡的佛友呢 都很有福报 因为你都比较不会做这些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是人家服务 端得好好 端到菜桌上来给你吃的 可是如果你到印度尼西亚 跟马来西亚 你就会看到很多众生 都是杀生捕鱼 还有做各种色情 毒品 违反法律的诸恶利瑜 这样的人当然很可怜 很可怜没有错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也曾经因为圣弟子问 说佛陀啊 我们能够出家很有福报 可是有些人 他的行业就是杀生捕鱼 怎么办呢 他说希望他为他祈愿祝福 劝他在做这个 杀生的行业的时候 拿一部分来布施 供养三宝 以及供养贫穷的人 他虽然他的业 现在无法立刻改变 但是以马其亚 他种了善业 他将来就会来生 遇到佛法 现在要改变是很难的 所以请卸下来 在这一院请写下来 不要做 违反五届十善的行业 这个很难 我知道 但要坚持 举个例子 新加坡很多人卖电脑 对不对 很好啊 生意啊 可是你若卖copyright 违反了盗版的 那你抠东西 将来你就会有恶业 佛教徒要坚守 copyright的这个roll 不可以 有版权的东西 你就要尊重 严格说 你若是against the copyright 那你也是偷盗 将来你就会恶业 第二有些人呢 他卖家具 也卖的生意非常好 他不一定要伤害众生 知道吗 所以做生意是 看你的福报 也要看你的智慧经营 可是你会发现在东南亚 有很多人做的生意呢 虽然赚钱啊 但是他就要杀身 欺骗别人 买色情 卖毒品 卖暴力 就是会跟这些五戒十善啊 是违反的 情愿不要做 为什么 因为你造了这些恶业 将来你会很苦 并不是说来念大悲咒 来点一点药师经 你的问题就会这么容易解决 因为你无量节的造的恶业 是伤害了自己 也伤害了众生 如是人等 假如这些人很可怜 来佛堂 或像比丘说佛法 这时或时来时 醒下来 则为说法 无所需求 无所需求 你就是 不要有特殊目的 有些人看到这样可怜的人 会故意欺负他 比如说他杀身了 然后呢 来佛堂 然后你为他说法 你就跟他讲 你要放声啊 要护身 你叫他做功德很好 可是有些人会故意控制他 甚至呢 恐吓他 这是不可以的 写在旁边 不可以控制众生 也恐吓众生 你若恐吓众生 将来你生生世世修行 走到哪里 都有人遇到人家来恐吓你 mentally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有些众生 尤其是 像后面会讲到 对不对 像在座各位 也一样 我看到新加坡的人 大家工作很辛苦 也跟台湾一样 可能会用到的 印度尼西亚 或泰国的女佣 或马来西亚的女佣 你幼容人 你就应该真心照顾他 除非他的品德行为不好 你要教他 但是你不可以虐待他 恐吓他 或侮辱他 假如你虐待 恐吓或侮辱他 有一天你生生世世 走到哪里 就会被人家虐待 也会被人家恐吓 也会被人家侮辱 因为你造过恶因 台湾也有一段的时间 位于外籍劳工 产生很多问题 甚至还发现 男主人 还对女佣 有性骚扰跟性侵犯 最后也被遣送回国了 所以你对众生 尤其是这些可怜的众生 很低下工作的众生 其实你要生起大悲心 怜悯他 不可以趁人之为 占人家的便宜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你要想 我现在暂时占人家便宜 有一天 我也会被人家占便宜 你要深信因果 对不对 你对于那些贫穷的 低贱的 或是我们讲 残障人员 disable这些人 那当然他们都有过去的恶业 但是有时候你要智慧 不能明讲 但是你要生起慈悲心 去帮助他 这样子 那你才是慈悲的佛教徒 接下来看五五五 远离二成众 就是说 又不可以清净 声闻的比丘比丘尼 幽伯色幽伯仪 也不问训 意思是说 学二成法 好 讲这里二成法 我多说几句 先把经文翻译 若于房中 若在经行处 若在讲堂 不要跟二成人共住 就算他来的时候 也顺着他说佛法 心中无所需求 请把幻灯片画起来 所以真正的菩萨 说佛法是没有祈求的 也不会暗示你 什么 或是控制你什么 可是我觉得 现在东南亚很多人 要刚才我讲 清净甚至是很不容易 可是遇到了师父 也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 男女的问题 或是利益的冲突 甚至还有些 告上出家人 上法庭的 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很多 尤其在末法时代 会越来越多 各位 心脏要好 深呼吸 那是众生的业 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叫做 远离二成众呢 就是有些人他很孤僻 专门都是修生文行 生文行的意思就是说 《妙法灵华经》是讲菩萨道 菩萨道的话意思说 有些人他比较孤僻 他就是自己修神修得很好 可是他不管别人 那不要跟这种人常常在一起 在这种人在一起 你选择的朋友 你慢慢也会变孤僻 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脑筋响亮 我曾经在 静明的一日禅修 还二日禅修 有一个佛友问过我问题 说师父 我有个朋友 他是民间宗教的 听说他也会嫁妻扶乱 他心非常的好 对我很好 那我应该亲近吗 我说答案不要 你正信佛教徒 你就不应该亲近这种人 不管他心好不好 他对你像姐妹一样 可是你亲近这种人 久而久之 你就会变很执着 久而久之 你动不动就是去讲磁场能量 你动不动 你就是喜欢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还认为自己度众生 所以老实各位 说 做如理如法的佛教徒 天龙八部一定护持你的 写下来 天龙八部可以看到 过去 现在 与未来 我们在大殿 有韦陀 秦兰 菩萨 有这么多的诸佛菩萨 你不要认为他看不到 佛在世的时候 这些韦陀 秦兰 菩萨 天龙八部都见过佛陀 而且他的寿命都比我们长 虽然我们说佛教已经是两千五百年 第四天的寿命是几亿岁跟万岁万万岁的寿命 他连下一尊没了菩萨他都可以见得到的 那这些天龙八部跟天上的天人 在佛在世的时候 他都听过佛讲经 也听佛过讲的金刚经 也听过佛讲妙法连华经 而且这些天龙八部都有神通 他可以看到过去 现在 未来的 所以你不要表里不如一 你做给人看 人接受 但你表里不如一 或是表面上是做的是佛法 你内心不是佛法 天龙八部不会护持你的 因为他可以看到你的念头 甚至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打妄想 你自己都忘了做什么梦 天龙八部可以看得到 但他会以恭敬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佛教徒 你虽然是人间的佛教徒 可是你很精进在修行佛法 他会护持你 可是若你表里不如一 表面上做的是佛教需要 内心里得到私人的利益 甚至我还听说东南亚有很多 为了要道场兴盛 功德堵捉 大悲观圣音部 他背后就是养小鬼 还拿动物的血去喂鬼啊 很可怕的 这些有天都会有不好的灾难的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事情说 不可以做就不可以做 这不是要做 要慈悲啊 方便啊 所以远离二成人是说 行菩萨道的人 对于二成人啦 他是比较孤僻 不愿意发不敌心 就这样举个例子 你遇到的朋友 现在看到有时候看到 路上有困难的 有些朋友跟你讲 哎呀 don't care it's not our business just go just go 可是你心里很想帮他 然后你朋友就赶你 不要管不要管 跟这种朋友跟久了 你就不会有慈悲心去帮助别人 菩萨不是看清二成人 可是二成人以来讲 究竟学习佛法的话呢 是不适合跟他一起住 因为中国讲 静诸者是静默者黑 接下来再看第丑六 请看第四十九页 远欲想 keeping away from the thought of physical desire 这一点非常难 请做个记号 难言伏地众生 最难调伏的就是淫欲心 贪欲心 假如有一条 能够比这个还更严重的话 释迦牟尼佛说 没有一个众生会挣阿罗汉果的 所以你必须延迟戒律 请看经文 文书施利 幼菩萨摩赫萨 对于女人之心 不可以生起能生欲想象 而为她说佛法 也不能说 我要常常见到漂亮的女居士 或女功德主 甚至不可以进入她家 也不可以跟小女 处女跟寡女单独讲话 这是对比丘而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男女有别 第二个 远离不难 也不可以轻重五种奇怪的男生 这里的奇怪男生有几种 第一种男生就是 他虽然是男生 可是他内心里是女生 所谓现在讲我们讲 阴跟阳吧 对不对 就是我们在轮回里面 你不要介意 佛陀要 解救各位嘛 所以佛陀都是讲真话 你也不要介意 师父受西方教育 没有什么话不能谈的 对不对 只是看你怎么讲 我现在讲的也不是色情话 我现在讲是讲佛法 是告诉你说 人都有阴跟阳的能量 有些人你看他是男生 可是他内心个性就像你一个女人 是他过去是 很多事都是女人 所以他今生刚刚投胎做男生 所以physically是男生 可是他觉得内心里 他阴的腹 就是阴的柔软的能量比较强 有一种呢 你看他是女生 他打扮就像个男孩 对不对 很粗鲁的男孩 都跟人家哥们一样 其实我们人呢 都有阴跟阳的能量 当你平衡的时候 你这个人自然就会向好庄严 所以从古至今 各种的伟人 他都有慈悲的一面 也有智慧勇敢的一面 那在六种讲 不要清净五种不难呢 是说有些众生 他是男生的身体 可是他充满了女性的 嫉妒 占有 吃醋 各种负面的情绪很多 那你清净他的话 你会被影响 第二种男生是从 是说器官 现在有叫阴阳人 科学也就证明 就是他男的器官 跟女的生殖器官 两种都有 所以他也很苦恼 第三种 就是呢 他本身啊 是男生 可是啊 他血呢 对不起 好多种 很多种啊 等一下 我一下想不起来 OK Anyway 意思是说 他虽然是男生啊 可是他会引诱你去做一些欲望的事情 甚至是远离戒律的事情 这些你都应该避免 当然以菩萨道来讲 你可以跟他做朋友 但是啊 你不可以跟他太靠近 我讲一个笑话好了 你不要介意好了 师父曾经在纽西兰念书过 有一次我们念 Advanced English course 我记得在Canterbury 突然呢 我们呢 全世界的佛友 全世界的同学都住在一起 有来自日本跟韩国的 然后呢 也有欧洲的学生 我们到纽西兰念书 Canterbury 师父在念 Advanced English course 因为我觉得英文很重要 其实我们第一天是介绍呢 这个Introduction 自我介绍 介绍完了 突然有一个日本女生 当众就跟我介绍说 她叫我名字 师父因为名字叫Harrison 不过拿着Harrison Ford 不是美国电影明星 Harrison是我老师给我的 国中老师 她突然就跟我讲 Harrison 你很帅 You are sexy 晚上我可不可以跟你上床 我说No I'm monk But I'm not a monkey 因为她从日本来 你知道吗 日本的和尚是可以的 结婚 生子 吃肉 还会喝酒 她以为我是日本和尚 我没有说 我也没有批评 说No 我不是你想象的 我说真正的出家人 是不可以的 我是单身 她说 It's a pity 你这么sexy 为什么要当和尚呢 我说No 天下的男人很多 你找别人吧 我可以做你的朋友 但是我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第一天见面 就好我跟她上床 哇 现在的女生 太主动了吧 所以现在的众生 欲望很强 第二个 还有一个朋友 是日本的男生 然后他刚开始 也很喜欢跟我做朋友 做朋友 做了朋友以后呢 我就问他说 请问 我就叫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好像这样 Makoto 对 日本很多人叫Makoto 没关系 Makoto 那我就自我介绍 他是男生嘛 请问 那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他说Yes I do 我就婉转地挖 那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Yes I do I have two super highway 哇 我说 You are very energetic 所以现在的众生 对欲望的需求是很强的 可是注意听 请写下来 佛教徒可以跟他做朋友 你不要看清他 他也有佛性 但是在戒律上 你要延迟保护自己 否则你会带来很多很多 奇奇怪怪的麻烦 佛教没有轻视任何的众生 我们在轮回里 每个人都做过男众 也做过女众 也做过在家 也做过出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